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当我们一起来关心神的家 积极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要得着什么祝福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134篇 这篇的主题是赞美之福 神期待我们积极的投入赞美的行列 而这篇是120到134 上行之师的最有一篇 120篇起点是外邦的米社基达 而到了最后134篇 走到了圣殿门口 朝圣者与祭司彼此对唱赞美神 一到二节 是朝圣者呼唤祭司 起来称颂神 朝圣者从外邦起行 如今走到了耶路撒冷 到圣殿门口 呼唤神的仆人 就是在圣殿侍奉的立位人祭司 他们昼夜在神的殿中侍奉 呼唤他们在夜间 站在耶华殿中的 你们要称颂耶华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耶华 朝圣者何等的羡慕 祭司能够昼夜 不足的赞美侍奉 也期待自己可以加入其中 你们当在圣所 原文就是圣 可以翻译成圣洁 神期待我们在圣洁中来赞美神 一到二节 是朝圣者呼唤祭司 而第三节是祭司 祝福朝圣者 第三节 愿造天地的耶华 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哇好美的 呼应 一到二节是朝圣者呼唤 第三节是祭司 祝福 祝福他们 而祝福从哪里来呢 从造天地的神而来 我们的神掌管天地万有 一切的资源 一切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可以信靠他 并且是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西安就是神的居所 也是今天的教会 今天我们要思想 朝圣者不愿千里敬拜神 以西安为焦点 今天圣语期待我们不愿千里来敬拜神 以教会为焦点 神在教会中与我们同在 祝祝帮助我们同心建立教会 也过着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 这样的人要蒙神赐福 三节经文都出现了祝福 送赞 是的我们应当把赞美称颂归给神 而神要把我们不配得的福气给我们 这里让我们看到爱神多的 也得着神的爱也多 自私的经历神的爱也少 主神帮助我们起来认真的 侍奉神 关心神的家 献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我们来祷告 主神我们谢谢你 你何等喜悦我们 起来赞美你 欧洲啊 愿每一位赞美者 得着造天地的耶华 从教会中赐福给我们 谢谢主 祷告一样 往奉耶稣的名 阿们